能不能麻烦播我用带子扎一下 就是 很多 两男是干嘛 都挺的 广西一女主播被逼 不交往就退离物 两男粉丝为其干架 一人被捅伤 一人被刑拘 综合媒体3月26号报道 近日广西柳州 柳洛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绑架案 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发现 有两男一女 经询问调查 两名男子分别是来自湖南的赵某 和来自湖北的李某 而两人都是女主播悠悠的男粉丝 赵某来到柳州 与女主播见了面 称不交往就退离物 李某得知赵某要把悠悠带往柜里 通过绑架案的方式 迫使赵某停车见面 争执中 李某从车上下来 拿出一把折叠刀捅伤了赵某 伤势不轻 据了解 赵某为女主播悠悠刷了四万 李某刷了两万七 两人因女主播该和谁交往 发生了争执 争执中又转变为肢体冲突 赵某被捅伤 目前 李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